哈囉大家好,我是飛鷹 又到了我們的網傳系列 這次網傳系列是要來跟大家分享一款手機挖礦項目 叫做TimeStop 這個項目是在2020年的10月發行的 以這種挖礦項目來講,算是蠻新的一個項目 那我認為目前手機挖礦是一個趨勢 雖然目前沒有一款手機挖礦是正式上線的 但是我覺得大家大部分應該都在等PiB上線 因為PiB是目前最早出現的一個手機挖礦項目 等它上主網之後應該就會有不少幣跟它一起上主網了 也就是上到交易所可以進行買賣 所以呢,我認為我們趁著現在提早布局下 當然是件好事嘛 因此我非常建議大家趁現在還是免費的時候 還好挖的時候提早進場布局 所以今天我就是來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項目的背景 它的挖礦方式 它可能會出現預計金額 還有一些大家可能會的問題 來幫大家做解答 那事不宜遲 馬上進入我們今天介紹吧 PiB的研發團隊是一群韓國人 他們的臉孔和資料在他們的白皮書上都找到 欸這個很重要喔 因為這個代表他們都是用真面目示人的 相對的可信度會比較高 這個項目是在2020年的10月8日上線的 跟PiB一樣 都是屬於免費下載的手機挖礦軟件 並且都是一天登錄一次即可 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全球的易貨平台 也是區塊鏈技術一直想打造的生態鏈 他們所挖的幣叫參幣 也就是時間幣 目前還沒真的上市 但已經可以進行內轉了 接下來我們講講要如何獲得這個幣 到商店搜尋TimeStore並進行安裝 安裝好後開啟APP 你應該在Google商店或是在Apple的Apple Store都可以找到 那第一次使用的朋友 請直接點擊新用戶進行註冊 使用條款選擇投影後到下一頁填寫註冊訊息 第一行的用戶名同寫是未來你要給其他人的邀請碼 第二行是證人 也就是其他人邀請你的邀請碼 如果你有其他朋友邀請碼 可以使用你朋友邀請碼 如果沒有的話 歡迎填寫我的邀請碼 Barron112233 這個是一定要填寫的 註冊時會進行檢查 所以不要亂填啊各位 那接下來把國家、識別和姓名 填一填就可以到下一頁 下一頁會叫你確認資料是否錯誤 因為未來會進行KYC驗證 確認是不是你創辦者本人 如果沒有通過的人 你之前挖的幣就會全部消失了 所以絕對不要亂填假資料喔 最後我們會出現公鑰和私鑰 私鑰是你的密碼 請一定要保存好 不然之後就不能登入了 註冊到這邊就會結束了 註冊完我們就會進入主介面 主介面的最上方 有你目前挖的時間幣數量 點左上角三角線是目錄 有各種功能可以使用 如果你忘記你的個人資料和公私鑰的朋友 都可以在個人資料裡面找到 如果你想更了解參幣的話 也可以參考一下他們的白皮書 裡面都有詳細的介紹 接下來我們講一下要如何獲得參幣 點擊右下角日曆鍵 點進來後可以進行簽到獲得積分 一開始會給你100積分 之後每天簽到可以獲得兩積分 一天沒簽到則會扣3積分 如果積分歸零帳號就會被停用 就不能繼續挖礦囉 另外這個積分除了拿來威時 挖礦天數還關係到 只有一年的最高轉帳額度 所以請大家每天抽個時間上來簽到一下 如果你想要多增加積分 也可以透過看廣告來增加積分 點擊錢包頁面 點擊右上角的AD 點進去後播放廣告就可以了 看16個廣告可以增加1分 一天最多可以獲取10分 我自己是不太想念的方式 因為真的很麻煩 那就看各位有沒有需求囉 接下來我講一下每天可以獲得參幣數量 每天增速可以獲得14.4個參幣 如果你有邀請其他人 每邀請一人 每天就會增加9.6個參幣 目前項目方預計每一個參幣的最低價格 都會以0.01313美金進行收購 代表價格會高不會低 是個比較前景的挖礦項目 最後來講一下大家會有的幾個疑問 第一個這個項目跟拍幣你覺得差在哪裡 這兩個我個人認為差距對啊 在於千道機制 拍幣是要準時24小時按一次 如果我沒有準時的話可能就會損失 可能中間我昨天8點登入 那我今天10點登入 那我就會損失兩個小時的數量 但是參幣只要一天有按一次就好 不管什麼時候都不會有影響 第二個什麼時候可以換成現金呢 根據我個人計算最快也要今年年底或明年初 而且很可能會接在拍幣之後 因為拍幣是目前市面最廣為人知的手機挖礦程式 它的上市價格和市場上的熱絡程度 都會影響到後面的手機挖礦項目 所以我個人大膽推測啦 參幣應該會在拍幣上市之後 才會正式上到交易所 總體來講 我們現在挖這個 都是看未來是否有機會可以獲利 不管賺多或是賺少都是多出來的 反正你現在也沒有耗費什麼成本在挖 而且也沒有用到你的什麼RAM或是CPU 你可以去看一下背景程式運用裡面 它基本都是沒有什麼用到的 每天點一下也不是什麼很困難的事嘛 就給自己一個機會吧 說不定它就變成下個比特幣或以太方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囉 希望今天的影片對你會有幫助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麻煩幫我影片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私訊我的粉絲專頁跟我進行討論 我是菲英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